詞曲 李宗盛 第七篇 荔陽 第四十三則 微笑可以增強免疫力 微笑是健康接本 意解 細放有句言語說 人生就像一面鏡子 我們笑的時候 效果最好 Life is like a mirror We get the best results when we smile 因此 我經常鼓勵學生 每日早晚灌洗時 要對著鏡子微笑 時時保持愉快感恩的心情 面對每日的開始或者結束 因為微笑能增強自己的免疫力 使自己身體健康 並且可以帶動周遭的氣氛 能廣結善緣 大被別人歡喜快樂 學習笑口常開 大肚能容的微勒菩薩 可以擴大自己心胸 開拓視野 凡事往好處想 並且保持愉快的心情 隨時掌握幸福美滿的感覺 實例 笑聲是靜態的慢跑 微笑是人們所期待的 人人都不願意見到自己的朋友 愁眉苦念 據美國芝加哥醫學生活週報報道 美國一些醫院已經開始僱傭幽默護士 陪同重病患者看幽默漫畫 以及談笑風生 作為心理治療的方法之一 因為幽默和笑聲 往往可以協助病人解除疼痛 最新的醫學研究也發現 笑口常開 可以防止傳染病 頭痛 高血壓 以及過度的壓力 因為幽默的笑聲 可以增加血中細胞的養分 並且刺激體內的內分泌 對降低病菌的侵襲大有幫助 通常不笑的人 罹患疾病的機率較高 而且一旦生病之後 經常是重病 因此 美國醫學界將幽默笑聲 稱為靜態的慢跑 他能夠使肌肉鬆弛 增強免疫力 並且對心臟以及肝臟都有好處 我們可以每天吓吓大笑十次 因為我們經常沒有時間去慢跑 對嗎 朋友們 讓我們以愛和關懷為出發點 讓我們活得精彩 活得健康 活得有尊嚴吧 所以 每天都要抱持著愉快的心情 面對我們的生活 更加不要忘記 有空有閒事 多笑一笑 因為微笑是健康之本 故事 微笑就是價值連成的財富 中國有句名言 人不會笑 莫開店 外國人 講得更加直接 微笑親近財富 沒有微笑 財富將遠離離 微笑 不用花錢 但是永遠價值連成 如果一位服務業者 能夠將微笑變成一種工作態度 並且融入銷售運作 可能一個不起眼的微笑 就能帶來眾多的商機 以及巨大的經濟效益 連續16年保持日本保險業績 冠軍紀錄的推銷之神 袁一平 她的笑容也很神奇 在大腿客戶 歡樂和溫暖的同時 也為自己帶來巨額的財富 和一世英明 後來被商界譽為 價值百萬美元的微笑 她經常都說 微笑是人際交往的通行證 伸手不打笑念人 因為沒有人會拒絕一個 很真誠地向你微笑的人 世界旅館業巨子 開出一朵溫暖的花 一個經常對人微笑的人 自然皆大歡喜 富有滿足 快樂自在 實例 未笑服務的經營 未笑服務的經營策略 加上父親給她的一萬兩千元 投資在飯店業 由於她的辛勤努力 很快地 她的資產增加到好幾千萬美元 當她將這個數字回報給母親的時候 她的母親並不以為意 她說 雖然你賺到了錢 但是我並不覺得你的飯店 和其他人有什麼不同 你要想出一種簡單 容易 不用花很多錢 但可以長久受歡迎的方法 來吸引客戶 只有與眾不同的特色 你的飯店 才能夠有真正的成功機會 聽到母親的分事 她突然醒悟 沒錯 要有自己的核心經營價值 公司才能夠偶納不搖 但是 什麼是公司最好的核心價值呢 她以客戶的角度 到飯店去消費和觀察 終於得到一個答案 微笑服務 她引進微笑服務的經營策略 她要求每個員工隨時笑口常開 就是在美國經濟危機 百業蕭條的年代裡 希爾頓飯店的全體員工 還是以微笑迎賓 終於希爾頓飯店大放異彩 成為舉世文明的結出連鎖飯店 微笑有這麼大的奇跡嗎 沒錯 有笑念的人受人歡迎 會微笑的人讓人信任和親近 笑念改變磁場 笑念 大動陽光 大來好運 大來財富 所以 微笑是我們每一個人 應該經常掛在臉上的招牌 實例 相逢微笑 相逢微笑 結善緣 最近得到一張微笑的人生卡片 心得我心 如同卡片所說 要是能夠再傳給其他人 就可以帶來好運 就可以帶來好運 現在就把這張卡片的內容 送給各位讀者 各位再輾轉送人 必能大富大貴 長命百歲 好運 起床微笑 降火氣 餐前微笑 好開胃 相逢微笑 結善緣 餐後微笑 做消化 出外微笑 保平安 同事微笑 好合作 合工微笑 不結怨 買賣微笑 財源廣 吸人微笑 視美德 學習微笑 添如意 教人微笑 即善得 受氣 受氣微笑 慈怨對 教授微笑 意融合 親友微笑 情依隆 仇人微笑 意解怨 睡前微笑 夢香甜 日日微笑 永康見 笑口常開 福自來 實例 健康靠自己調整心態 人間福報曾經報道 一位李峰醫師 曾經罹患癌症 三十多年前 在生死全亡之際 李峰開始學瑜伽 靜坐 改變飲食 不吃添加物 腐敗食物 肉類等 而多吃蔬菜 水果 沒有想到 卻意外走出了一條奇特的活路 他認為任何人 只要有心經營自己的健康 疾病幾乎能夠獲得改善 因此 他認為自己多賺了三十年 李峰醫師在實驗室發現 若果被癌細胞加氧氣 癌細胞就養不好 若果加入二氧化碳 癌細胞就養得很好 換言之 如果我們將環境裡的缺氧因素刪掉 補充養分 細胞就會回歸正常 而運動正是改變體質的根本辦法 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使身體內在細胞得到氧氣和營養 增加活力 增加人體免疫力 李峰醫師看過無數病患 那些肯聽他的建議去爬山 甚至天天爬山的人 身體都會很明顯地改善 因此 每當他透過顯微鏡看到病人的細胞 出現缺氧的狀況的時候 他都會提醒對方 你的細胞缺氧 看起來很累 趕快去爬山 李醫師都強調要克服病魔 除了解決生理病痛外 還必須從心理層面下手 隨時要笑 不生氣 正面思考 放鬆 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 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生氣 憂愁等負面情緒 都會引起免疫功能衰退 如果要正確預估病人 能否在一兩個月內戰勝癌症 或者被癌症打敗 完全取決於病人的心態 健康就是財富 擁有健康才能夠擁有一切 你是否整日忙於工作 應酬 課業 而忽略了好好照顧身體 不要忘記了健康要靠自己 透過收心 飲食 運動 心態調整 就能夠輕鬆獲得 身 心 靈 健康的改善 學生心得 微笑貼紙的功效 老師在上第一課的時候 都會送給回答問題的同學 一張微笑貼紙 並問大家 你今天微笑了嗎 雖然一開始不知道這張貼紙的意義是什麼 但是漸漸地 經過老師的講課後 發現原來老師也是有心意的 把貼紙放在平常隨處可及的地方 就可以提醒大家 今天微笑了嗎 可以讓自己 或者是任何看到這張貼紙的人 都會記得每日都要微笑 老師都經常說 如果你當下不想笑 也可以苦笑 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在看完老師的和平篇之後 我就發現到 原來微笑 可以讓人 可以試著轉念 並且心會漸漸地平靜下來 即使是苦笑 都可以有這樣的功效 讓人覺得非常神奇 和平篇的一開始 即指出一份實例 一笑一笑 一露一露 是韓國先賢的格言 但是即使是在我國早年的古籍裡面 都有提到過針對情緒和健康的關係 我在小時候 我在小時候 都有看過 嘯可以讓身體更健康的相關報道 並且聽到有一句話 是這樣說的 高興 高興 又是過一天 不高興 也是過一天 既然你可以選擇要高興 還是難過地過一天 為什麼不讓自己快樂地過上每一天呢 因此 從小 我就奉行這個微笑原則 看著鏡子 總是會給自己一個鼓勵的微笑 那一瞬間 真是會給自己帶來不可思議的力量 每次自己在很緊張的時候 都會跑到廁所去 跟自己說 加油 你可以的 然後再配搭一個微笑 就會給我自己帶來莫大的自信心 而且屢視不爽 之後就會信心滿滿地上場 朋友們都經常說我的脾氣很好 幾乎都不會生氣 旁人對我的印象都是樂觀的 開朗的 我很開心 我小時候就接受這樣的一個教導 讓自己從小就奉行 關於微笑 都不止在和平篇這個篇章中 而是散布在各個篇章裡面 都可以看到微笑帶給我們的力量 就好像是禮讓篇中的微笑 可以增加免疫力 微笑是健康之本等等 以及改過篇中的生氣 就是將別人的過失 拿來懲罰自己 也是微笑的反面論述 可以從這些篇章中 都可以看得出有微笑 微笑是一件非常有功效的事 願每個人都能夠不生氣 或者是生氣快快轉念 讓自己的心態可以開心快樂 說不定身上的很多病痛都會消失 老師的書中有很多小故事 讓人一讀起來就愛不惜手 非得要將每一篇文章都看完 才善罷干憂 而在簡單閱讀的小故事中 又深藏了很多非常深遠的寓意 讓人可以在讀小故事中反思 反省自己每日的熱行 是非常好的一本書 雖然我只挑了兩個孝順和微笑 來做深得的論述 但是裏面的每一篇都非常重要 每一篇都不可以捨棄 雖然裏面有很多層次 我現在還是到達不到 但是我想從現在的自己做起 每天一些小改變 到最後的成效一定非常顯著 我也想把這本書給我的家人看 給我的家人都可以做出一些改變 雖然改變很難 但是我想教他們從微笑開始做起 因為我覺得微笑 真的可以帶給這個世界更多不一樣 就好像老師在第一堂課的第一句話 就是你今天還未笑了沒有 就是告訴我們 保持歡喜心是身體健康非常重要的養分 如果父母們皆能保持歡喜心 那麼他們的身體一定會更加健康 讓父母們身體健康 都是做子女重要的孝道所在 而身體健康後 更能實現接下來老師所提及的 有遞 中書 誠 信 人愛 和平 禮讓 道義 念結 知此等道德項目 因此 我希望能夠將本書分享給我的家人 再接著分享至我的朋友們 讓本書中的倫理道德 能夠推廣於每個家庭之中 祖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